当中发生了特别多的事情 如果让你自己来评判的话 哪件事情是头等大事 应该从刚领性上来说 我认为为咱们中共来协 去发掘这个愿景史面价值观 让平凡伟大 这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去做事 为什么去做事 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年纪力 包括我们做青少年小篮球 包括我们的联赛 包括我们的社会活动 包括我们的国家队 它都会有一个核心去引领 虽然这个使命是在年底提出来的 对吧 但实际上中国篮球在2018年 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那么你觉得这样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感觉 说是好说 做的时候呢 不可避免的 中国来写呢 它是会 很多大家会更多的看得伟大 而缺少去观察平凡 比如说 感受最热烈的是 洋英会拿了很不错的成绩 这个我认为 教练们 队员们都是非常伟大的 它的背后 实际上他们 一天一天这么熬过来 包括选拔上来 包括这个 三人篮球那些小伙子 他们从草根一步步打上来的过程 它实际上是非常频繁的 因为这不仅发生在他们身上 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只不过他们最后没有踏上这个场地而已 那这个过程实际上某种程度 我们被忽略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 用这句口号去提醒大家 任何一个伟大都是从平凡中来的 亚运会中国南篮红队 以半支国家队获得冠军 不仅为中国篮球赢回了这枚失去八年的金牌 也用成绩回应了当初 对红篮分队集训体制质疑的声音 2017年4月 姚明入主中国篮协仅仅两个月 就把国家队一分为二 由李南 杜峰分别担任主教练 在队员方面 姚明也改用邀请制 对入选队员及所在俱乐部 给予充分尊重 这些举措在当时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从2017年6月到2018年9月期间 红篮两队在质疑声中 轮流代表中国国家南篮 出战热身赛和正式比赛 2018年红篮两队分别集训 基本上是一个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你怎么来看待红篮两队集训 给你治下的中国南篮带来的效果和改变 红篮两队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国家队概念 这个没有必要把它去好像过度的放大 就是扩大选财面 同时很关键一点就是 选兵选将 好兵是好将带来的 这里边我不能仅仅简单的是以 谁最后成为了国家队主要练 谁没有成为 而且区别这个 因为国家队的经历 对每个人都是一种锻炼 最终有了好的将军 我相信一定带出好的队伍来 大家更多的是看着选拔运动员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 更需要的是在这时刻能够有领导力的教练 能够带出了一支队伍来 那既然你说到这一点 那怎么来评价李南和杜峰在这个周期里的工作 都很有责任心 心很细 做事很认真 然后都有自己的主见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了这种挑战的欲望 经过一年多的红篮分队集训比赛 2018年9月 中国篮协宣布两队合并成立新的国家男篮 由李南出任主教练 11月底12月初 新的国家男篮迎来了合并后的首次比赛 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 由于作为东道主 中国男篮已经获得了明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所以这两场选赛更像是这支新出窍国家队的试金石 公团两队已经合并了 合并之后还打了一个窗口期 从你个人 因为你两站都到现场去观战了 怎么来看待他们表现 你觉得满意吗 我认为我们有一个新的学科 这个学科呢 过去还有很多的这个争辩 但现在呢 变得不管你愿不愿意争辩 他都必须要去适应东西来 那就是短期集训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要掌握在五天 最多一周的时间里面 你也合队伍的办法 因为这些穿口期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去适应 新的课题 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我们要去掌握 对队伍满不满意 某种程度上是由最后的比赛的过程和结果告诉你 其实就是一个结果告诉你 那这个结果我们除了输赢之外 还有整个球队的一个表现 球队的表现 这里边是包括了我们准备的怎么样 如果是长期集训的话 出现一些伤病 我们至少有缓冲时间 现在没有 完全没有 7天时间你伤了就伤了 这次就是16人还没到财就 到财了就变成13个 最后训练中又伤一个 财都不用财了 时间就12个 对吧 这个问题 如果再伤一个就剩11个怎么办 是这个 万一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 这样球员的状态没有问题 但是怎么在7天里边使他 使他变成一个就是换一套战术去打 因为大家都有种惯性 各自在各自俱乐部队里边的教练 肯定是有教练的要求的 有些教练重进攻 有些教练重防守 这是风格问题 但是到国家里集中7天里边 你怎么又在一个新的环境下 有一个很好的默契 这个对我们的技术训练 就提出很高的要求 我个人包括 但不限于技术训练 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还有我们人的这种适应性 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这个过去呢 大家就是说 啊我怎么训练时间那么短 我们不行得增加时间 让大家更多磨合 对不起现在只有7天 用框框已经框框了 或者你说你再增加 那你联赛怎么办 因为碰到问题就是联赛如果没了 运动员从未来来说也没了 如果说国际大赛是国家队的考试官 那么职业联赛就是队员们的日常态 也是大多数篮球人生存的根本 球员出身的姚明对此自然非常清楚 走马上任中国蓝鞋主席之后 姚明开始着手职业联赛赛制的改革 2018年 在2017年CBA改革的基础上 中国蓝鞋又推出重大改革举措 场次大幅增加 此外还推行球员的五级合同 细化裁判管理方法 同时在赞助商版权费和品牌升级方面大幅提升 CBA正式进入十亿元时代 新的赛季的发布会上 你自己做了就是给所有的媒体 包括所有的赞助商讲解释的方式 来考虑就是新的联赛 新的赛季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对已经开始的这个赛季 已经经过的这个赛季 自己怎么看 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要去做 比如呢 能举个例子吗 我认为 一个篮球比赛如何使 能够引导我们的运动员和球员 运动员和球队到最后一秒钟都不放弃 这是一个联赛最大成功 最大成功 所以我们应该说 有很多比赛的分叉的几分几分之内 其实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更加详细一点 你就是看他每一个动作 他是不是全力以赴 每一个球是每球必争 他的投入程度有多大 如果他这个球员教练 俱乐部的投入程度越大 我指投入并不是指金钱投入 并不仅仅指金钱投入 而是在他的场上的情感投入 越来越大的话 那这个联赛是成功的 相对于中国男兰在2018年的变化 中国女兰也同样经历了两次大考 亚运会和女兰世界杯 最终他们交出了亚运会冠军和世界杯第六名的成绩单 女兰应该是超额完成任务 超额完成任务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换血的同时保证的成绩 这在任何一个时期它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那边许黎明知道和整个国家队管理部 他付出巨大的努力 那实际上女兰这边没有说所谓分开集训或者怎样那些方式上的不同 那就是许黎明知道戴队 你对他的信任从什么地方来 我认为许黎明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然后他能带得住人 我认为主教练 他实际上对他的看法是能不能带得住人 这一点我认为这个已经体现得出来了 所以对我来说我看重这一点 作为中国篮球的管理者和规划者 姚明一方面重组中国篮篮改革职业联赛 另一方面 未来中国篮球人才的培养选拔是他更为关注的重点 第一人才的培养 它是一个长期的培养 2020年能够用的人才 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知道了 不会有特大 大的变化了 有一两个突然横空出世的人才 这个能够改变整个局面的 这个不太可能 不要寄希望于这种奇迹 不要寄希望于这种奇迹 我们是怎么最可能的去优化我们的结构 包括像年轻化结构等等之类 包括我们在发掘他们内心动力上去做文章 当然我们还不注意技术的改进 技术战术的优化 和优质的热身对抗等等等等 男来女来是一样的 但从长期的人才发展来说 那我们就跳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行业思维来说的 大家知道 真正的人才它一定是在社会上 而真正需要的优秀体育人才 一定是在学校里 当然 一定是在学校里 这就是牵涉到我们现在的问题 如果从未来我们有更长远计划去做好的话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怎么去和学校体育进行合作 更直白点 怎么和CUBA进行合作 进行联系 把CBA和CUBA 这两个关系 如果能够 如果能够我们有更好的办法互助互利 形成一种类似于美国的这种关系的话 那对我们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利的 在这一点上来说 没有谁为谁的服务 而是应该互相支持 而是应该互相支持 因为优秀的大学联赛 只会使职业联赛和国家队变得更好 而并不是说优秀的大学联赛 一定要为国家队和职业联赛去服务 它本身应该是具有强大生命力 强大号召力 强大的向心力的 2018年1月13号 代表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CUBA最高水平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男篮 首次受邀参加CBA全明星星锐赛 学生球员和职业队员同场竞技 揭开了中国篮球的新篇章 在2018年CBA全明星周末上 第一次出现了大学 优秀的大学球队和CBA的星锐队 对抗这种场面 肯定这个相对于你刚才所说的 宏大的计划 长远的目标 它只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体现 那么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举措 能够让这样的互相支持变成可能 特别是在2019年 我们会看到什么特别明显的表现吗 这里边首先要感谢中国学生联合面书处 就是大体协我们 成为对我们的支持 在这里边 允许大学生过来一起参加一个新锐比赛 这样是一个 这样一个形式呢 我相信 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以给更多的这个孩子们看到 一种可能性 我不敢说一定是希望了 至少是一种可能性 我们也希望这个环节在今后的几年中 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今后会延续下去 在我们最近周末里边 但是这只是一个口子 我们希望切口小 但是切得深 可以更多的在 当然不可能完全是在赛事上 但是很多的这个政策支持上 互相之间的这个信任上 互相之间的合作上 有更多的这个探索 更多的探索 因为我坚信一点是什么呢 这也不是我坚信的一个东西 而是已经现在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更多优秀的孩子 愿意去大学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的一个状况 我们如果要去设计一个 轻讯体系 人才体系的培养的话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是做专业的 我们都是体系统出来的 我们会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 还是愿意送到大学里边去 非常现实 非常现实 你不管是这个体系 你设计出花来也没问题 但是最后一句话 你会不会把你孩子送进去 还是你送到大学里边去 我相信 基本上百分之百都会说我送大学 对 它有点条件的话 那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整个人才的渠道 在往学校倾斜 从未来来说 我们目前这条培养的体系 能够维持 能够维持 但是当然也时不时会突然迸发出一个非常优秀天赋的球员 一定是会有的 天才 但是等待天才 等待天才这件事情是靠天吃饭 所谓叫天才 我们应该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事 就是做大基数 做大基数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探索和学校体育 如何更好的去结合起来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球员会从大学里边走出来 在跨上 职业赛上 包括我们也启动了这个CVD二联赛的这个计划 发展联盟 发展联盟的这个计划 就是希望做一个台阶出来 使大学球员出来 有一个缓冲台阶可以卖上去 这其实就跟现在像小丁 在发展联盟 虽然说他现在可能在养伤或者什么的 他如果有机会冲结毕业的话 也没问题 对吧 这都是一样的 需要一个台阶冲上去 球员时代的姚明 用13年的职业生涯 影响了中国篮球 当选为中国篮写主席的姚明 用将近两年的时间 改变着中国篮球 2018年算是 你做这个 中国篮写主席 一个完整的年份了 比起2017年你上任的时候 很多东西你觉得熟练了吗 或者说适应了吗 别太熟悉 因为人一旦熟悉的话 增长的就是惰性了 这个还是不要太熟悉的好 有时候呢 一旦太熟悉就要增加一些新鲜的东西进来 才能保持活力 2019年对于中国篮球来说 肯定是有大事情的 篮球世界杯 圆满地完成它 在你这儿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成绩是有硬标准的 那什么是圆满地完成的 两步目标吧 第一步目标就是拿到出现权 然后再往前的就是我们如果有可能可以杀回北京的话 杀回北京它现在就发强了 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 彩蛋了 这么能说 那么就祝你2019年圆满 好